你知道当年的鼠疫有多可怕吗 鼠疫在历史上有着三次大爆发 总死亡人数超过了一个亿 这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混乱 最为严重的一次瘟疫 被感染的患者会出现口唇颜面发黑发紫的症状 所以又叫黑死病 第一次鼠疫大爆发起源于公元542年 瘟疫在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军事坦丁堡爆发 在鼠疫传播的高峰期 每天有5000到1万人感染死亡 这也几乎摧毁了军事坦丁堡 人们把这次鼠疫称为茶室丁尼鼠疫 但更为可怕的是 伴随着地中海的贸易和拜瞻亭帝国的军事行动 导致了鼠疫蔓延到了整个欧洲 它的流行直接导致了欧洲南部五分之一的人口丧命 断断续续的持续了几十年的时间 第一次鼠疫爆发估计总死亡人数达到了近一个亿的人 第二次鼠疫大爆发便是发生在公元14世纪中期 也正是这次鼠疫的流行 被人们称之为黑死病 这场瘟疫直接导致欧洲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 被感染的患者三到五天内就会丧命 三年内丧生人数达到上千万 其中英国人口减少了百分之五十以上 法国减少了四分之三 而这场瘟疫持续了三百年之久 陆陆续续死亡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直到1666年黑死病就神秘的消失了 第三次大爆发则是来到了我们中国 1894年香港地区爆发鼠疫 而这次的鼠疫流行相较于前两次有明显的区别 首先是传播的速度和波及广泛地区远超前两次 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就波及到亚洲 欧洲 美洲和非洲六十多个国家 其次就是死亡人数虽然达到了惊人的一千两百万以上 但是这次的范围比较广 而死亡率却明显降低 可能就是因为人类的生活和医学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而此次鼠疫大流行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末才算结束 回头看看这几百年的时间里 鼠疫总是不间断地发生 夺取了无数人的生命 而鼠疫也被称之为历史上最为混乱 最为严重的一次瘟疫 三次鼠疫至少导致了一亿三千五百万人丧生 这真是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事情 最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